传统冰箱怎么调节才能更省电而且不结冰 在冷藏室的顶端上面有一个调节旋钮 它这个旋钮最小呢是数字是零 最大数字是七 我在维修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人把它都调错了 调错了以后呢冰箱会出现耗电量高 而且呢电厂了后也会影响冰箱的使用寿命 如果温度调到过低以后啊 冷藏室就会结冰 然后呢也会冻饭里面的食物 上面的是七个数字 从零到七如果调到零以后呢 它就会一直不启动 一直在停机的状态 这冰箱呢永远它自己不会启动 也不会制冷 如果把它调到七的情况下 冰箱呢它就会一直启动 一直运行就是一直在制冷 它永远不会停 数字呢就是从零到七 它的数值越大 说明它这个冰箱它的制冷效果就越好 冷藏室它的温度就越低 我们把这个旋钮调到一二档之间 冷藏室的温度呢 会达到一个零上七到十度的一个温度 然后我们如果把它调到三四档的时候 它的冷藏室温度呢 会达到一个三到六度之间 如果把它调到五档的时候 冰箱呢它会达到一个零度左右 如果把它调到六档的时候 冷藏室呢就会达到一个零下的温度 时间长了后呢就会出现结冰 那时候呢我们调节的时候把它调到三和四之间就可以了 不要调到太大 如果数字调到太大的情况下呢 这个冰箱冷藏室的温度就会出现特别低 如果太低的情况下也比较耗电 然后呢温度过低后呢 也会冻坏里面的食物 所以说呢夏天把它调到三四就可以了 因为啊夏天室外的温度和这个冰箱里边的温度 它们的温差比较大 所以呢要调到三四 冬天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把它调到五和六就行了 因为这个冬天温度低 室外的温度的和冰箱里边的温度 它这个温差比较小 所以呢一定要调到五和六 如果调到三四的情况下 这冰箱呢就会出现啊 它不启动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调到五和六 然后有一些冰箱 在它的旁边呢 还有一些是有个温度补偿开关 冬天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上面的开关给它打开 如果不打开的情况下呢 这个冰箱啊 在冬天的时候 它也会出现冰箱 它不启动 这温度开关呢 如果在夏天的时候 要把它关掉 如果不关掉的话 也会出现这个冰箱耗电量高 冰箱呢我们一年四季呢 就调两次就可以了 现在夏天已经到了 我把它调到三四就可以了 然后呢咱们看冰箱 它这个侧面都有个这样的实用时机 当环境温度大于等于三十度的时候 要把它调到一档和三档 如果温度环境呢 在十六度到三十度之间呢 就把它调到三到五档 温度环境低于十六度 或者等于十六度的时候 要把它调到五到七档 不过这个七档呢 一定不要调到七档了 调到六档就可以了 这样调好以后 冰箱不仅省电 而且还非常好用 如果我们就能够到三档了 那我们就能够到八档了 然后呢 我们就能够到八档了 然后我们就能够到八档了